第四十题 第一定完成后 以装置共使用15毫升 请问盐酸容易的浓度为何 这叫做酸碱刚好综合 条件是氢离子的木耳数 要等于氢氧跟离子的木耳数 我们又晓得木耳的算法就是M乘以V 木耳浓度乘以体积 所以呢我们现在呢 有不知道浓度的盐酸 乘以呢 我的体积呢有20毫升 那么除以1000 就是换成所谓的公升 但是这样做是不太对的 因为我们是拿酸的浓度成酸的体积 出来的是酸的木耳数 但是我要的是氢离子木耳数 所以我要问 一个酸会有几个氢离子 盐酸一个酸有一个氢离子 所以我们这边写乘1 同理我们的氢氧化钠 我们是有0.2大M 然后呢我用掉了15毫升 除以1000换公升 也一样这个是氢氧化钠浓度 乘氢氧化钠体积 出来的是氢氧化钠末数 但是我要的是氢氧根末数 所以要问自己 一个氢氧化钠有几个氢氧根 有一个 所以这边需要写乘1 所以这1000跟1000消掉 那么这里消掉变成10 这里消掉变成0.1 所以10x等于1.5 那么x就等于0.15大M 所以第40题问我们说 请问盐酸容易的浓度为何 我们答案选的是B 0.15大M